四将星能不能打过一个海军大将 我觉得勉强可以 斯木吉虽然一直滑水 但他那个实力都能放着 他那个定位都能放着 卡拉库里和大将之间的差距 应该是最少的 但他肯定没有大将强 那到最边缘的斯奈德 其实就有点拖后腿了 他有可能会反而成为累赘 但是从克力架开始就比较猛了 克力架的话 他的果实觉醒了 他的武装色也很强 他那个饼干人是很猛的 能够直接形成一个军队 斯木吉的话 展现的环境太少了 卡塔库里的话 人家果实也觉醒了 三赛把气聚全 我们可以想象到 克力架和卡塔库里 已经可以对大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了 再加上斯木吉的辅助战力 斯奈德的具体能力我们都知道 我觉得即便是海军大将 也有可能会被攻破 如果是两大将型 就是卡塔库里和斯木吉 预标一个大将的话 虽然绿牛那个例子里面 晋和奎因都是已经受伤的 但是还是有代表性的 我认为是搞不定海军大将的 但是再加一个克力架 再加一个斯奈德 尽管战力会相对弱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可以挑翻大将的 所以我的答案是 应该是四将星可以挑战一个海军大将 甚至是有机会胜出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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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